大家好 欢迎来到Men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如何动态 包括快速创建数组 以及我们之前学过通过array的形式 来创建数组 那数组呢我们会声明了 但是呢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数组 那首先呢来看一下 这节课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数组 那使用数组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数组的件名 找到对应的件值 那使用的时候呢 只用以dolls数组名称 跟上相应的件名 就可以取得到你想要的一个件值 这样的一个效果 记住这一个原则就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例子 来看一下 如何来使用 想取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值 向线4 可以来声明一个数组 array等一个array abc 这样声明了一个下标连续的 所以数组 当我想取出这个b的值的时候 你只用找到它对应的一个件名就可以 那第一次我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下 可以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其实不打印的我们应该知道 b对应的件名应该是几啊 对是1 因为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的 当我想取到这个b的时候 我就只用echo一下 想得到这个 想显示一下它 只用写上一个对应的件名就可以 写上一个e 就能取得到你想要的值 array 你看到b就出来了 同样的想取出a 包括c 效果是一样的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创建一个什么呢 创建一个 通过动态的形式 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username 等于一个mys学院 接着再写上一个userinfo里面的concerts 都有什么呢 假如说有peerp 再来一个userinfo里面的dic 最大的职业it教育 在线平台 这样创建了一个关联数组 那现在呢 我们也是 我当我想取出这个peerp的值的时候 或者想取出一个用户名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通过数组名称 dollarsuserinfo里面的username 就可以得到这个值 echo一下 用户名为 名称为 再来一个课程 所学课程 第二是一个dollarsuserinfo里面的concerts 最后一个dic 简单看一下就可以 描述 简介 第二是一个dollarsuserinfo里面的dic 好 你看到 这时候 相应的想要的值都已经取出来了 mys学院 peerp 最大的职业it教育在线平台 那使用数组的原则呢 就是这一个原则 根据 建名 找建制 比较简单 那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对数组中的元素 做增删改查 首先查询呢 我们已经做到了 那增删改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再来写一个 写成一个dollarser等于一个array 不管是关联的 所以你的还是混合的都可以 A B C D 再写成一个username对应的值 king age对应的值12 好 生命了一个混合数据 那想查出某个值的时候 还是根据我们的建名 找建值 这个不用写了 那接着我想把这个b 更新掉 将b 更新成 变成 bbb 这时候首先 应该找到b这个值 接着把它替换掉就可以 还记着我们之前说过 建名相同 值 后面的值 就会把之前的给覆盖掉 那接着先找到这个b 1 接着呢 把它的值变成bbb 你再来打印的时候 你看 这个数组就已经被 b的值就被 已经被替换成一个 三个b了 你看到 1对应的之前是一个b 那现在你替换完之后 就变成 三个b了 这是来更新 同样的 那想添加一个呢 也可以 动态添加一个 这就简单了 are 你可以方广号一下 添加一个e 接着也可以指定一下 它的下标 写成一个f 再指定一个性别 写成一个sex 对应的值是一个 mail 男 那你再打印的时候 数组的元素就多了 这就相当于一个 添加的效果 动态来添加 ar 好 再打印 刷新 看到 4 5 包括sex 就添加进去了 更新添加 那查找呢 我们刚才刚测试完 接着再来删除 假如说现在我想把谁删掉呢 我想把这个age 这个元素 删掉 只等于12 这个元素删掉 这时候呢 同样的 删除数组中的某个元素的时候 还是根据它的界名 来找到界值 那通过谁来释放呢 通过unset 来注销掉 dollarsarr中的age 注销掉之后呢 你再来打印的时候 你看到 刚才还有age呢 现在就没了 看到 age已经被销掉了 同样的sex 也可以 unset一下 dollarsarr里面的sex 包括用户名 一次注销多个 username 你看到这两个 也被注销掉了 再来打印一下 只剩下 012345了 当然你说我想 整个数组都不要了 就把这个变量 销毁掉就可以 接着就 unset一下 dollarsarr 再打印的时候 应该就是一个空了 dollarsarr 为no 这个没什么问题 实现对数组元素的 一个增生改查 那接下来再往下 假如说查询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 快速创建一个 认识一下 a到z 现在我想取出 每一个内容 你打印一下 当然你可以根据下标 一个一个来取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呢 你看到 一个一个来取 现在20多个元素 还好 如果是200个的话 这时候你要再这样取 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重复的东西 应该想到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想到 用循环 循环来便利这个数组 那接下来呢 等下节课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循环便利 我们的数组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简单 学到了一个使用数组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练习一下就可以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众 感谢大家的观众